今天给大家播放一段我的直播片段 在这次直播中我回答了会员朋友们的一些问题 其中一些问题非常有代表性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希望在投资路上对大家有所帮助 在这个直播片段中聊到了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 也就是放水这种模式到底有没有尽头 如果走到尽头之后究竟是通缩还是通胀 第二个是从基金的定投聊到了股市投资的钟摆效应 究竟该何时建藏而何时又该落带为安 第三个问题是聊到神秘的北向资金 特别像股市中的带头大哥 引领了中国股市的潮起潮落 最后聊到了关于金融投资方面的一个书籍的推荐 以及学习方法的推荐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好了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请大家观看这段直播答疑的片段 那第十三个问题 那之前说的放水又有尽头 到后期呢会怎么样 是否现金为王正当时 这个人类的信用货币制度 我也说过多次了 就是他走到今天呢 肯定是遇到很多坎 包括新的节目我也讲到 这个不停的放水 人类这个何去何从啊 这个世界对不对 大家都变得迷茫和彷徨了 那我能比较判断的就是我从我的理解呢 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一个先有一个萧条和通缩 而后呢啊会会来到会会有一个通胀 因为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啊我可以他大致给大家一个感受和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债务压力大 对吧整个其实全球一直充斥着这种通缩的压力 通缩压力就是说很多的这个企业人很难赚到钱 商品的价格不涨 对吧投机品的价格涨 这个没问题房子啊股票啊各种投机品 包括黄金啊涨没问题 但是你说食物你消费的吃的喝的用的啊 这些涨的确实是不多的很少 那实体企业也过得比较困难了 所以说这种通缩的压力 因为债务在哪 大家如果了解债务这个废血的债务通缩循环 就应该能了解到这个债务是天然的会给这个这个经济带来通缩压力的啊 如果不了解的你去查一下 百度或者Google一下啊 废血的债务通缩循环 你把这个看了你就能很能明白啊 通缩的压力了老是挥之不去 这也是为什么央行多次的进行逆周期调节 逆的周期调的是什么呢 调的就是对抗的是通缩 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叫再通胀 对吧 reflation 为什么叫reflation不叫inflation reflation就是说每次通缩 本来是市场经济规定应该通缩的 但是央行他通过逆周期调节 他给你再来个通胀 那是个reflation而不是真正的inflation 这种reflation呢是不可持续的 他达到一定时间以后 这个货币放水的效应开始消散的时候 他就通缩的压力就再次席卷而来 我们这么多这些年是非常明显的 1415年的通缩压力 18年的通缩压力啊 包括疫情给我们冲击带来的这种通缩压力 对吧 企业破产 物价下跌 卖不出去大量的库存 那我们这次又通过货币的逆周期调节 好像暂时又度过去了 对吧 所以我能给你带来一个方向和判断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先经历大通缩 而后呢会再去经历大通胀 为什么大通缩之后呢 有可能来大通胀呢 因为通缩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一个国家能承受得了 长期的持续的无尽的通缩 只会带来混乱 社会的混乱 这个包括战争 所以说到一定程度以后 没有人能忍受这种长期的通缩 所以一定会进行再通胀 一定会经通过各种各样的变得花 或者甚至是一种金融创新的方式 一种手段 去刺激刺激整个社会 重新启动经济 进行再通胀 所以说我们大概率的方向 我能告诉你的 就是可能先通缩后通胀 好 那如果是先通缩后通胀的话 你该怎么办呢 那毫无疑问 通缩阶段 现金为王 这是没问题的 对吧 那再通胀的时候 那这个可能来得非常快 或者说来得非常 让你意想不到 那这个时候你的行动和动作要快 迅速要把现金切换到资产 切换到这种放水最能进入的资产 所以说在这个转折点 你一定要敏感 好吧 这是第十三个问题 那接着第十四个问题 金融科技还能涨吗 金融科技 这个问题 我也不太清楚 问的是什么 这个金融科技 Fintech 那些公司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 它还是受制于大师的影响 我觉得我就不往细了 或者具体的说了吧 第十五个问题 那基金的话 还能继续持仓和定投吗 还是取出来再重新定投 对我以前一直说一个观点 就是我鼓励定投 为什么定投的好处在于 你可以不受个股的情绪的影响和喜好的影响 人嘛都是有感情动物 对一个股票会产生感情 如果你很看好一家公司的话 所以说如果通过定投的话 你可以规避这种情感的这种 这种对你判断的扰动 而且定投有个好处 你可以拼花你建仓的成本 你这个小跌小买 大跌大买 然后把这个成本相对是建一个圆弧底 对吧 然后这个涨的时候 你就能够迅速的把亏损弥补出来 还能赚钱 所以我比较鼓励定投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定投的仓位已经很满了 比如说你财产有很大的比例 百分之七八十都在定投里面 那我这个时候当然鼓励你往出 往出去一些 对吧 把定投的减少一些 其实股市的投资 它就是像一个钟摆效应一样 当这个大势在往下走的时候 钟摆在往一个方向摆的时候 对吧 你这个时候摆的时候 往下跌的时候 边跌边买大跌 你就多买点 其实是个钟摆效应 因为现在钟摆已经摆得很极端了 它摆向了一个非常高估值 或者是高水位的一个阶段 那在这个阶段 你确实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落筋 就是把这个金钱 落带为安 落筋 然后简称落筋 你做了在这个钟摆的一个极端位置 进行了落筋动作以后 你才能真正的 就是说有所收获 对吧 然后这个钟摆开始又往左拐了 对吧 往一个方向又开始摆 那摆到最极端位置的时候 对吧 往下摆的时候 摆的过程中 你可能有一个慢慢慢慢 重新建成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要感受这种 股市的钟摆效应 对吧 它有熊有牛 你理解成一个钟摆 你去感受这种节奏 比如反正现在呢 我觉得是肯定是摆到一个高估值的位置 你要小心点 对吧 要往处减一点 好吧 这是第15个问题 第16个问题 第16个问题 就是这次股市上涨资金 主力据说是北向资金 能否介绍一下它的背景构成 还有就是说部分海外中国人持有的资金 受中美关系影响 回流股内造成股市资金的支持 你怎么看 北向资金 我记得我之前也讲过 我说这个北向资金 大部分应该都是境内的资金 出去以后通过沪港投资进来的 而且北向资金里面 我高度怀疑 它有一部分可能是偏向于国家队的 或者是有这种主力 有战略意图的资金 所以这个北向资金 我以前也多次介绍过 那北向资金最近这三周 我们群里面我看也有人统计 你们也看到了 这个北向资金在这三四周里面 基本都是净流出的 对不对 大部分时间是净流出 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 那总体来讲 北向资金不像以前那么活跃的 长一直净流入了 对吧 所以这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再看第十九个问题 第十九个问题讲这个 8月份股市大幅震荡的原因是什么 放水外部政治环境恶励还是啥 你看这个问题呢 就是讲到我 这因为是一个月以前的这个直播 这个就讲到我当时 我说8月份可能要大幅震荡 8月份可能要有有问题 这个他也正好就就着那次直播 他也问出来了 那走到今天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外部政治环境恶劣 那肯定是毫无疑问了 肯定是很恶劣 对吧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还说不恶劣 我觉得那真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肯定是恶劣 然后呢 放水的效应也走到末端了 对吧 我也视频里面多次讲过 这个30万亿的涉容 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干进去20.83万亿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万多亿 所以这个放水肯定是汹涌的 对吧 到了现在呢 肯定这个放水的效应是编辑递减的 好 这是第十九个问题 第二十个问题 现在资产配置比较需要如何调整呢 黄金 美股 债券 国外的房产 我觉得你这资产配置呢 就是说真正如果有一些配到黄金了 也配到美股 包括美债 国外的房地产 我觉得那当然是非常好的 说明这个人非常有这个全球的资产配置的眼光 对吧 很早就做这种布局 不光有人民币的这个现金 还有人民币的资产 同时有黄金 还有这个美国的美债 那当然可能你也许会有美股 还有国外的房地产 那你是非常综合的一个配置 那当然是非常好的 就是就是如果有大的经济冲击的话 第一个你肯定总的资产量不会太小啊 你能既然能做这么丰富的配置 你总资金量肯定是不小的啊 肯定是有一样有一定体量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的配置也考虑的这种风险性啊 和这种啊 进攻性啊 是比较平衡的 就算有冲击的话啊 你的受损受损幅度也会比一般人小得多 对吧 好 这是第二十个问题 第二十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政府在美联储的存款达到了历史高点 也许存在可能 川普为了竞选 下半年再放一次刺激 这种情况是否资产增值到大选之后 啊 这个问题问的稍微有点逻辑 不是那么清晰啊 但是我大概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说 就是说川普为了竞选呢 他是不是下半年再放一波刺激 我觉得呢 啊 这美联储这波刺激已经够猛了啊 我觉得这个鲍威尔自己 他也该想一想 这个这个这个 这么这么凶猛的刺激啊 三个月就搞了三万亿美元啊 这个创了历史的这个新的高度啊 如果再进行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的这个两党 关于这个新的刺激法案 就是应该刚出来的新闻吧 遇到障碍了 对吧 两党没达成统一吗 这个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没达成统一 你已经看到这种刺激方案啊 在这个议会层面已经遇到障碍了啊 在这个 所以说 美联储他也不敢再去进行新的刺激了 而且现在美股在这么高位还刺激吗 再刺激的话呢 到天上去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暂时不会啊 就暂时维持这个状态 对吧 七万亿美元的自然负债表啊 而且这个已经挺大了 而且美国各个银行的充款的这个规模都已经像你说的都已经达到历史高点啊 充款是非常充沛的 只不过这些钱没有去处罢了 对吧 像中国的银行的话 为什么有去处 因为行政指令压着你的脑袋让你带啊 对不对 这是政治任务 让你带给谁 你得带给谁 带给国有企业 或者带给城投 而美国的银行 他是市场化的这个企业 他拿着这么多现金 他找不到合格的放款人啊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各个银行 他这个现金非常充沛的原因 好 第二十二个 这个西安的房产您怎么看啊 西安的房产说实话 我不了解 我真也 我也不太懂啊 但是呢 我看到一个新的 一个是就是这个深圳的房产啊 这个均价 因为现在六万多嘛 比上比北京的均价高了百分之二十 比上海的均价高了百分之十六啊 这个均价非常高 有这个有望向香港看齐的这个意思啊 我还记得在2015年1月份的时候 这个深圳的房产的平均价格才两万左右啊 两万出土或者两万不到啊 也就短短的这么五六年啊 基本是三倍以上的涨幅啊 这就是深圳 而且还逼得华为呢 啊 搬离了深圳 到了这个东莞的松山湖 这是二十二 二十三呢 就是老师美元未来怎么走 老百姓能存美元吗 美元怎么走啊 美元呢 呃 美元肯定是你大力资产配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 因为只要这个 现在信用货币体系不崩塌啊 那美元肯定是重要的储备资产 因为这个美元不光是你个人储备 全球的央行也在储备 全球央行里面百分之六十七的资产都是美元资产 所以这个时候你 你能做什么呢 对吧 除非有些人去买比特币 比特币是资产配置的一部分 但是你敢把百分之百的钱全配置比特币吗 也不敢是不是 因为你 因为我们料不到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我们不知道未来美元会崩溃吗 还是从回金本位啊 还是走向数字货币 我们都不知道对吧 Nobody knows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说美元肯定是你重要配置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只能是这样 呃 第26个问题 美股未来走势如何 集中苹果成熟的科技股 未来走势如何 美股的走势呢 大家也看到了 气势如虹 这V字反弹非常夸张啊 这个指数都快翻一倍了 纳斯达克 所以 呃 就是享受到涨幅的确实是 这个涨的速度啊 就相信这波速度应该创了历史极值了吧 这种V字反弹应该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 这么快的V 那就是当然 就是跟放水有关系了 第27个问题 请问蒙面 当前经济是处于通缩底部反弹区 还是会持续通缩 如果反弹 看哪些先去指标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也回答了 就是先通缩后通账啊 刚才有个问题 我已经回答了 第28个问题 请问蒙面 对于金融方面 哪些适合初学者的书推荐 呃 我我推荐了一个叫投资最最重要的是 那个书 然后我看群里面 就是呃 三内 我们这个叫什么 办干部吧 办干部 我们的新的管理员 也他也发了这本书的pdf 满到群里面 然后给大家分享 呃 然后我们好像还有一个学员 也发了这个呃 这个就是投资最重要的是的作者啊 像说 做的呃 霍华德 他的备忘录 他经常会写 背忘录啊 我觉得这些都挺有意义的 有用的 然后呢 就是现在 因为我觉得现在 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 呃 看书啊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不建议就是看书的 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一个视频时代 啊 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时代呢 获取知识的方式方法 你要改变你的观念 如果你再从书本中去学习 它其实是一种低效的 相对效率没那么高的方式 你要快速的从视频中汲取知识 因为视频 好的视频 它一目了然 而且讲解通俗易懂 透彻 你要迅速的从视频里面 决取这种知识 我本人呢 我 我其实本身是学法律的 但后面呢 我就考了CPA 啊 我CPA当时是 六非常六加一啊 那个是考了我挺辛苦的 一个证 说实话 那CPA考了的 当时我其实不是通过 看书学习的 我就是通过 啊 东奥会计在线 张智峰老师的视频啊 看着他的这个会计学的啊 然后其他的课程 六门的课程 其他的课程 我都是通过看视频去吸得的 而且把这个CPA通过的 所以说你就能看到 现在的学习方式已经变了 你要转变思维 尽量去找一些好的视频啊 去从中去学习 去迅速的提高和进步 而不是说去在那看书 因为看书 当然我不排除有些人 他看书觉得效果更好 心更静啊 学的更扎实啊 那那也可以 好吧 这是第28个问题 第29个问题 A股后续怎么看 如果是走到行情的尾段了 哪个板块可以买 我觉得A股的问题 我也已经前面都答了 啊 应该说的比较清晰了 然后第30个问题 蒙面君再加上实业 实业别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实业 确实很多老板 一个是难做 二来是这些年 很多老板的企业卖了 那就卖企业的老板特别多 有的是卖给上市公司了 有的是直接就卖掉了 然后手里换成现金了 然后去搞 去比如说做股票的也不少啊 然后去买很多理财产品 有些做配置 反正是这些年实业 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 很多企业 很多老板 离开了实业 退出了实业 种种原因吧 啊 但是我还是要去做股票的